好,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是巴纳德和巴纳德的组织理论 首先呢,关于巴纳德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 在巴纳德之前,我们学过了泰勒的科学管理法和法约尔的管理过程论 都产生于19世纪的80年代 而巴纳德的理论呢,是产生于20世纪的40年代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理论内容呢 也是从他的两本对管理学对组织论当中非常有影响力的两部作品当中 节选出来的 一部呢,是1938年的一个经理人员的职能 另一部呢,是1948年的组织与管理 那么这两部组织论或者说是管理学的著作呢 对,我们现代的一个组织学的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那么,回到我们刚刚所说的 泰勒的科学管理法与法院的管理过程论呢 可以是被称为古典理论的 那么在他们之后的梅奥开始的一个人间关系论 一个人间关系论 这样的一系列的理论呢 可以被称为是新古典理论 那么在他们之后出现的一个经营理论 多被称为是近代理论 那么这样一个经营理论的区分呢 是根据研究者的不同而有不同点的 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三种理论的一个分法 是相对比较普遍的一种分法 那么这个是说经营学理论 在组织论的一个分野当中呢 也有这么样一个类似的分法 从泰勒到法约尔的这样的一个理论 他们的业绩可以被归为是古典的组织论 那么接下来的梅奥的理论 开始呢可以被称为是新古典的组织论 在他们之后的组织论 被称为是近代组织论 这么样一种分法呢 在组织论里面也是比较多的 那么其中有一个化期性的一个贡献的一个理论呢 就是巴纳德的一个理论 这也是巴纳德理论的一个业绩所在 那么巴纳德呢 他克服了传统理论的弱点 他把古典理论和新古典理论结合起来 开创了近代理论 或者是近代组织论的这么一条道路 所以巴纳德的贡献也被称为是巴纳德革命 今天的内容呢分为以下的四个内容 首先是系统性的组织观 接下来是从内部控制到对外部 适应的这么样一种组织观点的变换 第三个是决策的重要性 那么这个呢是对他后面一个 叫做塞尼蒙的一个学者的一个铺垫性的一个作用 第四个是对条件性理论的影响 那么这个呢是也是 近代组织论当中的一个叫做 空天间系理论的一个前沿 相当于他背景性的铺垫性的作用 好首先我们来讲第一个内容 系统性的组织观 巴纳德认为组织是一种协作系统 是一个共同体系 那么这个只是他的一个观点 组织的定义我们会在下一次内容当中具体的指出来 那么在这一个组织观当中呢 大家一定要记住的两个字就是 kyodo 协作 巴纳德认为组织不仅仅是单纯的一种organization 一种organization 而是system 是system 这样的一种观点呢也是话题性的 那么system和organization的区别在于哪里呢 system不是把所有组织的要素单独分开的 而是把要素作为一种集合体 更加去重视要素与要素之间的关系 巴纳德认为组织当中的要素是不能够从其他的要素当中切割开来 单独去看待的 那么这样一种观点呢 也是和传统的组织管理是不同的 他去开创了一种和传统的组织管理不同的新的一个概念 那么我们说传统的组织观当中有怎样一些观点 巴纳德又对这样的一些观点做了怎样的一种话题性的变革呢 首先传统的组织论当中把权限与责任的医治是放在重点来进行分析的 法院的管理过程论当中呢有一个14个原则 那么14个原则当中的其中的一项就是权责医治 权限与责任要医治 然而巴纳德认为呢 在实际的一个实践当中 往往在组织当中 权威者不仅仅是靠权力 而是靠责任来实现组织目标的 在组织管理当中 常常可以看到某种没有权力的责任 超出权力范围的责任 或者不使用不依赖权力的责任 更能够达到超越了权力的责任 这个是组织生命力所在 所以巴纳德批判了权力与责任均等的经典观点 进而提出了责任优先的这么样一种现代性的观点 就比如说在企业的发展中建立起来的 将瑕疵产品召回的制度 就是一种责任优先制度化的保证 那么第二点呢 是传统组织观是把组织的部分单独切割来看待的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把每一个要素分离看来 当做一种拼图一样的 去把每一个职位去填充到组织图当中的 这么样一种管理模式 它是一种静态的机械性的想法 而巴纳德认为呢 要素之间的一种Q都 一种协作是非常重要的 是不能够单独的静态的机械的割离开来看待的 传统组织观的第三个缺陷在于 普遍学派所创造出来的理论呢 是把经营者和管理者 从工作现场当中得到的经验与智慧 会总结下来 致力于去普遍适用于 其他的一些工作环境当中 从而去创造出 这么样一种普遍适用的理论 而巴纳德认为 这么样一种普遍适用的理论 是不存在的 它是有局限的 最后巴纳德把他的员工 是放在一种接受性的立场去考虑的 建立这样一种接受性的关系呢 是巴纳德认为的 管理的一个重点所在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 巴纳德认为组织应该 从之前的内部控制为重点 而转向算外部的一个适应 巴纳德的组织是一种物质性的 个人的和社会性构成要素的 一种复合体 那么他认为组织是一种 大的system 大的体系之下的一个分系统 他把组织从一种必锁性的体系 closed system 转变为一种开放性的体系 一种open system 对这么样一种观点的一个转变 在巴纳德之前的古典理论 传统组织论当中呢 是把将内部管理优先的 一种理论的展开 而在巴纳德之后呢 对经营学的一个研究重点 逐渐转向了向外部环境的适应 特别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 对外界环境的变化 进行适应的经营战略论 得到了瞩目 那么其中的一个路径呢 就是将外部环境与内部管理 进行均衡的 这么一种巴纳德的理论 好 第三个内容是决策的重要性 在巴纳德之前 管理的概念是让别人进行工作 而在巴纳德之后呢 管理的概念转变为 由行为所引导的选择的过程 也就是更加强调决策的一个比重 这个和我们刚刚所讲的 巴纳德认为权限是让员工去接受性的 这么样一个立场是一致的 那么这样的一种决策论呢 是由后面的萨伊蒙西蒙的一个理论 继承下来的 它也是近代组织论的特征 是近代组织论的一个代表性的存在 那么在它之后呢 和决策论的观点去分析呢 组织对组织学的研究的重点和研究的方向 逐渐转向了对外的关系性与条件性 结果就是产生了空间间隙利用条件性理论 空间间隙利用简单的来概括 随着团境条件的不同有效的经营方法和有效的经营方式都是不同的 也就是说不同的条件下 有不同的与之相应的有效的经营管理的方法与方式 那么这样的一个理论呢 其实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是巴纳德的理论当中 所以我们说巴纳德的组织论 对经营学的一个发展 进行了一个化极性的作用和一个转变 感谢观看